Hello,大家好,我是莉婷,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么在前几个月呢,我就有拍摄两个视频 是关于分享自己当一个电视新闻记者的经验啊 还有一些心得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可以点击这些链接来看看 在我上载了这两段视频过后呢 就有很多人就有兴趣想要知道 在马来西亚呢,如果想要当一个记者 无论是电视台记者呢,又或者是报馆记者 那么应该要勾出怎样的一个过程 那你的学历应该是什么的 那今天拍摄的这个视频呢 主要是回答大家的这些问题 我们事不宜迟,马上进入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想要知道 在马来西亚当记者需要什么样的学历 那我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我有遇到两种记者 第一种记者呢,他是在大学从事大众传播系的 就在大学有修新闻系啊 或者是大众传播系 那么他们出来过后呢,就可以到报馆 又或者是到电视台去从事当记者的这个行业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他在中学毕业 就拿到那个SBM的文凭过后呢 就拿着这个文凭去报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据我所了解的就是 槟城的报馆呢,是有接受这样的学徒的 那么他们是会给你时间去实习 让你看看你适不适合当记者 那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兴趣想要读大学 又或者你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可以读大学的话 第二个选择是 我觉得本身觉得是不错的 因为你修完SBM过后 你还是可以当记者 不过这就取决于报馆 要不要收你做学徒 让你从最低做起 就是和其他的前辈一起出外采访 然后从采访那边 慢慢的累积这些采访的经验 我觉得时间久了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有经验的记者 然后你再拿这个经验呢 去可能去继续留在那间公司服务 又或者你可以拿这个履历表 去其他的公司服务 如果你自己自认是没有办法读大学 可能是因为学习上的问题 还是经济上的问题 那第二个选择呢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如果想要当记者那么大学的时候一定要修读大众传播系吗 其实是不一定的哦 如果你想要当记者你可以修关于语文科系的 可能修关于中文系或者是英文系 even like经济系啊法律系的学生都可以当记者 因为我像我之前的影片所提到的 其实记者是一个比较全面化的职业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专业或者是知识 只要你肯努力 只要你肯学习 只要你肯虚心向学 或者是不怕辛苦出外采访 然后愿意向你的前辈讨教的话 那你都有资格可以当一个好记者 这些东西呢都是取决于那个公司愿不愿意收你为记者 所以如果你不是大众传播系的 你还是有机会可以当上记者的 无论是电视记者又或者是报馆记者 我有看过的就是 他在大学是修读中文系 或者是translate的 那些翻译的科系的朋友 他们来到了公司面试的时候 这就取决于那个上司觉得你个人的能力 适不适合当记者 然后经过种种的考量呢 才会决定要不要入区的 我想要分享一下关于当记者的这个心路历程 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呢 事先加入校园主播的 了解一下电视台的这个操作 还有主播平时是怎样工作的 我觉得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当记者的话 你不妨可以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再参加这个校园主播的活动 还有这个课程 因为这个也是唯一一个让你可以进入电视台的机会 据我所了解电视台是一个戒备蛮严的一个地方 不是所有人想要进去参观就可以进去参观 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我之前就参加了这个校园主播的培训评 然后在里面呢就学到很多关于新闻剪辑啊 新闻采访的技巧所以我觉得从那边呢我就开始培养了想要当电视新闻记者的这个兴趣 过后呢我就因为我本身是修读大众传播系的嘛 那过后呢我们是需要有三个月的实习的经验 我就通过我的朋友拿到了现在公司上司的这个电邮 我就把自己的履历表还有自己想要在这个公司实习的那个信函 发给了上司 过了两个星期左右上司就回函说 他已经把这个信函交给人事部 那么人事部呢过不久就会和我接洽关于那些学校方面的问题 过不久呢我就成功进入那间公司当实习生了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每一个都是过程 那我在三个月的实习过程中呢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就是当中包括了要如何去接访 就是Vospot是如何想要针对一个课题问民众这个课题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学到了如何采访 如何抓到部长所讲的重点 如何去针对某个课题去问部长 锻炼自己的勇气 那关于这些心得的分享 大家可以从看我以前的影片 今天的影片呢就单刀直入 直接想要告诉你你怎样才能当上记者 除了电视记者之外呢 我们还有的就是报馆记者 报馆记者和电视记者的分别在哪里呢 电视记者是很常都要会 就是你全部都要去采访 无论是经济啊 国内新闻啊 政治啊 娱乐也有 我有采访过娱乐新闻 所以呢 所有的东西你都要略懂一些 不过呢 报馆记者是不一样的 报馆记者呢 当你去面试的时候 你的主任就会问你 你有兴趣是想要做一个大都会记者啊 普通组记者啊 娱乐记者 富刊记者 体育记者 又或者是经济组的记者 如果你选择大都会的记者呢 你平时采访的内容是关于民生课题 民生课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呢 可能有积水的问题啊 有黑斑纹的问题 或者是诈骗案 你都是需要去cover的 这就是大都会记者的采访内容 那普通组记者的采访内容是什么呢 其实我非常羡慕的就是 普通组记者的这个采访功力 因为他们平时去的工呢 一点都不普通哦 他们平时都是跑博会 跑大工 就是有政策 宣布政策的工 普通组的记者 他们采访的工呢 通常都是部长的工 又或者是那些大事件 所以身为一个电视台的小记者 我平时出去采访的时候 最多请教的都是 普通组的记者 因为他们真的是拥有 非常好的这个采访经验 当然如果我是去那些民事的 就是那些民生课题的呢 我也可以和那些大都会的记者 达成一片 因为我觉得他们全部都很friendly 所以你想要当报馆的记者呢 你就要非常了解说 你自己是比较倾向于 大都会呢 又或者是普通组 普通组呢 就是平时采访比较重要 就是可能就是头版啊 的那些工 是关于部长啊 然后关于政策的那些新闻 那如果你这两样都不想要的话 你可以选择复刊 就是关于生活的 如何要过一个优雅生活的人 又或者关于烹调啊 烹饪那些的技巧 那个是关于复刊的记者 那还有的就是娱乐记者 顾名思义 娱乐记者呢 是cover那些娱乐新闻 如果是有电影发布会呢 就是会让娱乐记者去采访的 报馆记者还有分的另外一个就是经济组的记者 那么经济组的记者呢 我平时会遇到他们的工呢 是关于财政部的工 就那些很多figure很多数据的 就会出动到经济组的记者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对经济有兴趣 又或者你想要培养自己 关于理财 投资 数字 国家经济 或者是全球经济的这个认识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去经济组的记者 今天的这段视频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何当上一名记者 你需要具备的学历 或者是你需不需要读大学呢 那我前面就已经和大家分享 还有分析了 此外呢 这段视频也和大家分析了 关于电视记者和报馆记者的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想要当报馆的记者 在面试之前呢 我觉得你必须给自己先定位 你想要成为一个普通组的记者 一点都不普通的普通组记者呢 又或者是经济组记者 或者是富刊娱乐版的记者 这些呢 你都要想 先自己先想过 那当上司问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他讲说 你比较有兴趣从事哪一方面的记者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是我说的不清楚的点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我会以文字的方式来回答大家的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呢 就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不定时的更新关于记者的日常 又或者我生活的点点滴滴和大家分享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记得订阅哦 拜拜 拜拜 还没得来 拜拜 拜拜 拜拜